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如果说他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 然后出现在那里 但是呢 被男士品投论足 那就是男士的不对 你讲得非常好 正是我们下一集的话题 下一集咱们就要聊聊特朗普 这个歧视女性 小条这种思想 我觉得 是很值得说的 他不一定是在歧视 我觉得是一种习惯 像很多的时候 涛哥对我说的话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涛哥的心 对不对 他没有坏心 他没有在歧视我 没有在欺负我 但是呢 真的会让女士不舒服 就是说 这是一种文化 夸你好看 你会觉得不舒服 看你 因为你知道这种好看的 有的时候是有种很客气的一种度 你知道吗 如果说那个度 是在这种舒服的范围内的话 这是一种礼貌 这是你的一种风度 有的时候你要是不说 反倒是你的不对 按照你的这个标准 但是一旦过了的话 那么女士就会觉得 你想干嘛 对 按照你的这个标准 我刚才觉得 我说的这个 还属于让他舒服的范围 卖到了家辉 你已经有点直漏了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 就是看那个人跟你的关系 当然我们要看几个因素 第一个关系 比方说你觉得 你了解涛哥 没有恶意 你跟我不熟 你可能觉得 叫怪叔叔 叫什么 还有我跟他那个关系不一样 对 然后他 他喜不喜欢对方 还有权力关系 还有要长河 我告诉你 这个也等不了杀一几脚 因为这个呢 完全让我想到 美国 是年初还是去年那个争议 欧巴马 提名一个 女的法官 还是法律部长 反正他出来 就成为徐官 欧巴马 你不能说 他一个没有受教育的人 不能说 他是一个不得体的人 等等 君子嘛 可是他很习惯的 就说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法官 马上被媒体 被女性主义者轰啊 就说 你干嘛要用漂亮来形容她 难道她漂亮会 不漂亮 漂亮不漂亮 是她的要加分减分的问题吗 你干嘛要用 干嘛要赞美她的外表 因为她是一个法官嘛 不管什么法官 那变成说 因为在美国的状态 不管是谁 就说 当你 不管你叫实惯 还是传统 还是礼貌 就说 很漂亮啊 等于女生也会说 人生帅啊 丑啊 也要好 可是说 她就说 女生就被认为有权 对不起 我不舒服 所以后来那一波的讨论呢 我经常说文明啊 她会反省讨论说 那是不是说 要这样 那交往要这样 小田啊 我先确认 我现在可以赞美你吗 你要美我一眼 你是谁 好吧 你赞吧 这样到这地步 我觉得跑题了 涛哥 咱们没跑题 没跑题 没跑题 既然你们俩说到这了 我决定调整一下题目 我觉得这个小田说的正好 可以说说 因为你们俩刚才 让我一个让我想到了希拉里 一个让我想到了特朗普 所以咱巴基斯特朗普 巴基斯特朗普可以下期再说 这期就说说 因为啊 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事情啊 和这个希拉里的这个事情 确实引起的是关于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该怎么看待这个妇女歧视 其实啊 这个事情吧 就像是不要说是歧视女性 这就像是说 任何一个主持人都会 或者在台上表演的人 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你开一个玩笑 可能会冒犯到谁 哎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是个非常的 因人而异的问题 对 我觉得就像每一次 一般来说呢 比如说这个 在台上 好像一个人 我记得有一个这个表演工作者 他就说 他说啊 那么 说一个话 怎么样就叫不冒犯人 按照他的最高的道理标准 他认为 有人觉得受冒犯 你就不该说这个话 可是呢 有的时候这里边又有一个啊 反映出来人类对少数人的尊重程度 到什么程度 比方说一个剧场 一万人 或者说是三千人 但是呢 有一个人 那另外的人都爱听你说这个话 但是只有一个人他觉得 我不高兴 或者你冒犯了我 或者你让我联想到了 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挫折感 那么这个是一个伦理问题 就是说那你还该不该讲这个话 不是 我觉得涛哥啊 这个话题啊 我觉得跟涛哥来讨论啊 很复杂 很难 你知道吗 你不是跟我讨论 你是跟特朗普在讨论 没有没有 我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能够去理解到特朗普 虽然说我是一个女性 但是呢 我是因为我毕竟不是选民 我把自己置身事外 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特朗普在那个时候 要说那样的话 就像我能够理解涛哥一样 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你把我跟特朗普 你这个高抬我的 是 因为就像我讲的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 你知道特朗普 让我觉得啊 真的很吃惊的 我觉得过了 真的过了的时候 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他的 有一段采访 他跟他女儿 他女儿很漂亮的 对不对 我很喜欢他女儿 对 而且很得体 像他在去年什么时候 说了反正对中国不太好的话 什么要把工厂群 从中国搬回来啊 什么的 中国人偷了我们的工作 然后很快的他的女儿 就出来为他原厂 用中文 唱了歌还是什么 说祝新春快乐 这样子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表达他们家族吧 对中国 中国人的这种善意 应该是很好 当然有一次他跟他女儿 坐在一起 然后呢 主持人在问他 就说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他说 我本来想说 就是他这样的 但我又想 我要是说是他的话 是不是我就应该要跟他睡觉啊 人家他是他的父亲啊 然后在电视节目里说这样的话 但是后来我又想 其实特朗普的可能 他并不是真正的在想象 他要和他的女儿睡觉 对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 那就太禽兽了 那也违法了 虽然说这也只是思想上的 但是你把他这个呈现在电视上 这个确实是这个不能够接受的 还有那么多的青少年呢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换一个角度 他可能真的也不是这样在想 他只是可能为了幽默 或者是什么 他为了自己做一个电视效果 我只能是用最大的善意 最大的善意去理解他了 就像很多时候 有一些男士会对我说一些话 我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 去包容 我觉得这是我做的额外的工作 但是很不幸在很多场合 我需要去做这种额外的一些工作 小天因为里面有两个字 我觉得得体 要常合得不得体 身份得不得体 比方说用特朗普的情况 他是说 那小姐是一个boys game 男人之间的好玩的 在office里面讲的话 local talk 可是他现在是个候选人等等 那当然不一样 很容易被两个连起来 那问题困难就在这里了 我们不容易证明人家 是不是真的这样想 因为你刚不断强调了两三遍 他可能应该不是真的想 跟他自己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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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办法证明的 那通常面对这种情况 就是说有几个可以依靠的 第一个是common sense 常识 常识不是那么难的 比方说很生咪咪的 看你啊 叮咬你三十秒半分钟等等 我们都知道那是冒犯等等 另外一个呢就是法规嘛 法规比方说一般说性骚扰啊 像你那个文涛你刚问的一个问题是说 那我这样好像讲一句话 你认为我是骚扰就骚扰 那得了吗 那在一些基本的法规里面 所谓性骚扰是说unwelcome 而且你应该要让对方知道你是unwelcome 不受欢迎的 反正说你这样跟我讲一句话 我觉得是冒犯 或者说觉得是那个性骚扰 我说涛哥我这样不舒服啊 你不要这样子 然后你继续来呢 我才有比较好的基础去告你 去投诉你 因为你可能刚讲你不知道啊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讲完开玩笑哈 可是我被冒犯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 你要充分被告诉了 才会才会可能被我告 所以中间呢 就是说有得体 common sense常识判断 要法规的保护 我觉得其实你们俩刚才讲的 它是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叫政治正确 这玩意儿啊 就是太要命了 就是说美国现在全世界就政治正确 但是政治正确 我觉得早晚我们也得政治正确 就是因为政治正确啊 就好像是联合国似的 它必须覆盖最大多数的这个人群 也也也就是说这政治正确啊 很大程度上就是宁可错杀三千 不能放过一个 就比如说哎 像美国那么多少数族裔 你这个话 其实呢 可能80%的人觉得说了没什么 可是你确实让这个少数族裔 你别让华人听了就不高兴 那么哎 这个我就觉得就应该用减法 最后形成了这个政治正确到最后 包括特朗普 为什么特别讨有些人的这个比如说草根阶层的好 也就觉得我们在虚伪的空气里太窒息了 其实出来这么一哥们能大说 我觉得我啊 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很招人讨厌 因为我真的是 我是拥戴政治正确的 我也拥戴 你听我说完 我说的 所以你们是讲的两个问题 一个 我就觉得啊 我老说这个狗肉上不了台面 台面就是政治正确 台面大家都应该政治正确 但是我想说 那个政治正确不仅仅是台面 政治正确不是虚伪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部分 至于私下里的部分 我现在觉得需要两个人呢 互相探测 或者任何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能够接受和容忍的尺度都是不同的 甚至于还在变化 就是有的时候 今年咱们俩这交情 你可以跟我这么说 明年呢 我的思想境界提升了 我就觉得你不能这么说 所以呢 这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这个世界的多元化 一方面呢 这个如果说你还想跟人家亲近 那么你就应该敏感的探测 它的尺度和它的变化 下次别冒犯人家 但是呢 更多的情况下 在私人生活里 我就发现呢 朋友圈就渐渐形成了 就是说 比如说我如果 按照我们这个圈里 习惯聊天的标准 跟您聊聊呢 突然发现人家不太高兴 当然你没有理由 让任何人不高兴 但是通常我在这个时候 选择的就是 那我得考虑一下 我还要不要跟他聊下去 要不聊呢 咱就敬而远之 于是你看 一个一个圈子 一个一个圈子就形成了 每个圈子都有 每个圈子的游戏规则 包括这个聊天的画风 默契 就是默契了 所以呢 一方面这个世界啊 讲政治正确 我们才能多元化共存 但是另一方面呢 在每一个小圈子里 我又发现呢 千差万别 但是呢 各自在各自的小圈子里 点另一句人与群分 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中间还是要进步嘛 社会进步 你能让我去一下广告再进步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欢迎订阅 你说这玩意也是有个公论 好像有些话在私下里说 大家都能接受 但是我就老说狗肉放不到台面上 狗肉放到席面上 就变得所有的都是问题 我觉得特朗普这个到底是冤还是不冤 你倒过来看 假如用你爱用的比喻 你以为这是台面 你倒把头车的看 下面才是台面 所以意思是说从政治正确来说 政治正确的意思是说 替一些minorities比较弱势群体 不管是性别社会地位种族 来争取他有的权利空间 所以很难分什么台面台底 因为你蹲下来看台底就是台面 倒过来 可是说回说公论 这要讨论出来了 我刚不是讲到欧巴马那个事件吗 说漂亮的女法官 OK 后来一大波讨论 也是讨论你能不能称赞女生美丽 那然后讨论里面有人这样提出 就说这样 这样女生假如对我们抛媚眼 或者笑是不是对我们骚扰 冒犯 我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有时候抛个媚眼 对不起你要骚扰我 我不舒服 你让我春心荡漾 我觉得你在勾引我 可以啊 当然 可以对当然可以 可是也有人说不可以 只要说可不可以呢 当然要经过讨论 经过立法 因为就还有扯出说 美国有些州已经立法了 因为前面有案例 比方说我跟你上床 假设你是女的 我跟你上床 一个礼拜后你告我强暴 为什么 你说其实我跟你 你跟我上床的时候 因为我甜言蜜语 你那个所谓的自愿 也不是那么自愿的 所以我就是强暴 叛刑 那后来美国有些州 就立了法 就说上床以前 要经过书面的证明 确认 文涛小姐 OK 你跟马家会上上床 你自愿 你放弃三天后 提告我的权利 到了这个地步 当然可以 问题是整个讨论 就在这里了 很难用一句 可以不可以 就说里面 OK Romance的 暧昧的乐趣在哪里 还有一些试探的 我跟你上床 我追你 你追我也好 不追我 怎么知道喜不喜欢 难道我一开始 就先宣布 对文涛小姐 我现在追你 所以我接下来 这一个礼拜的行为语言 都是为了追你 你认可吗 准许吗 也可以 可是不好玩 对了 所以说呢 实际我觉得 还是中国人讲的对 人跟人呢 是讲缘分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 好像有很多正确的原则 可是啊 谁都捆在这个原则里活着啊 还不如离开你这个世界 就是很多时候 我现在就觉得 我们在一些 像你们说的哈 Common Sense吧 是叫Common Sense吗 常识 常识对 在我还是说啊 在台面上 比如在交际场合 或者在某种 比如说选总统 公共平台上 似乎有一个最大公约数 大家比如说就觉得 你特朗普这样 至少 你有做一个男人的资格 但是你恐怕我会觉得 你这样的人不能当总统 但是这里边就又 在咱们的国家 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事 是吧 那看来 要做到总统的人 你就得啊 在私下里 你都不应该有这样的言论 某种程度上讲 嗯 是不是 当然 也就是说 你真的 我们最大公约数的人民认为啊 你要能当总统的人 你这个道德的这个指标啊 使得你在私下聊天当中 有些话都是你 不能像一般人一样说的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啊 这个刚才我先说 这个嘉惠老师刚才说的 那个啊 那个美国某个州 他的这个法律 我相信他那是 legal advice 而不是legal requirement 那我觉得就从男性和女性 不同的角度 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advice 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男的就说 那搞什么搞啊 那我还玩什么呢 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就觉得很烦躁 很抵触 但是呢 女性看到这个make sense啊 可以啊 因为什么 因为这肯定是两类人 有一类是你的女朋友啊 你跟你的女朋友 有任何的一些情况什么的 或者甚至是你的太太 你需要什么书面的concent 你写出来吗 不可能啊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 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那好 我们干脆写下来 对不对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和这些人 整天泡一块呢 对不对 女生就会想啊 你好好的有一个正常的 人有选择权利啊 什么叫好好 什么叫不好 当然就是说 如果这是 我们说有一句话 就是 you make a bed and you sleep in it 就你自己坐的床 你自己睡进去 如果这是 这是你的选择 你要和这样子 你搞不清楚 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搞不清楚 他对上床这个行为的界定 是什么的女孩子在一起 甚至要冒险 跟他有进一步的行动 那是你的选择 如果你要有这样的选择 当然会有进一步的 甚至是法律方面的风险 如果你又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法律风险 那么好 legal advice就出来了 那你们写一下 我听了他刚才的话 我就想起萨特的一句话 叫他人及地狱 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跟陌生人打交道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现在说实在的 我只喜欢跟熟人打交道 因为熟人就意味着没有这些事 大家都明白 哎呀 超科现在成了父女之友了 你说的不就我说的女性的观点 但是呢 每当你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 我现在就发现 你像我有很多朋友 美国回来的这个学者 你说他们的感受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都是很有修养的人 但是他们会觉得 跟美国一些女教授开会啊 就像上班一样 都要说话好累啊 就这个政治正确 每一句的用词都必须特别 对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得在台面上混 在台面上混你就这样 这样能在最大公约数上 你别伤害人家 但是实际上 谁要老在台面上混呢 他能得忧郁症 就因为这个 当然咱们 我觉得咱们说的还没到这个尺度上 咱说的是这个特朗普 这个特朗普私下里的这个谈话 小田你可以鉴定念定 咱们可以放一段 我移动了她 然后我失败了 我诶着 我确实试了 我确实试了她 她结婚了 这个2005的视频 被取得了 《Washington Post》 抓到特朗普 似乎特朗普 似乎特朗普 不知他被录制 谈谈 谈谈 他已经拒绝了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 克林顿会不会私下里 也说过这样的话 但只不过因为没人被人录下来 没人被人爆出来 那么这个事情 所以你刚刚问 当然是两个都是 要是泄密问题 又是得不得体的问题 可是说 就算没有这种泄密 也不会有人会觉得 特朗普如何的得体 因为他的记录 所以这种泄密呢 也坦白讲 也不会让我们太惊讶 对啊 他那种人一直的record 他没有隐藏的 他一直参加那种 电影的拍摄 然后各种的婚姻生活 西生活的 一点都不会惊讶 只是在这个环境 我们刚说到 他是总统的候选人 我们把最大的公权力 放在他手上 放不放心 就像奥巴马 前两个月评论到他的时候 用了一个字 用翻译为中文 应该叫美品 indicent 他说不得体 美品 他说 他是一个非常indicent 美品的候选人 他没有 没有说他 他不谈他 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实践 智慧 至少美品 这样东西 已经让我们担心了 我们觉得 要放那个角度看 假如今天 今天他不是出来 选举的话 爆出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会非常高兴 就是这样啊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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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女的干嘛要来参加这个游戏或是这个节目呢 他怎么美品 他作为他的那种身份 我们会觉得这种人很讨厌 我们不喜欢他 不要跟他交往 甚至谴责他 那现在他是总统号选人 那我们更要拒绝他 更更糟糕 更危险 毕竟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他是11年前的 而且呢 这个爆出来以后 特朗普是第一次 道歉了 他对公众道歉 对他的家人道歉 要知道 特朗普他在之前 他甚至是呼吁让俄罗斯 去hack希拉里的电邮 那个事情 他都没道歉 这个事情 他道歉了 他知道这个事 事态的严重了 而且呢 在下一次的辩论之前 他不是找几个什么受害人 被克林顿侵犯过的 一些受害人 他在那开这个记者会嘛 他知道这个事情 会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但是呢 话说回来 11年前 他的这个locker room talk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代表 他是这样的人 然后在这个辩论上 就有主持人问他 说你说的那个话 你是不是真的做了 就逼问他 他说我没有做 克林顿做了 他现在也有意思 就是说他当时只是brag 只是在吹牛 他其实没做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觉得他是确实没品 很无耻 这样一个又不尊重女性的 一个男的 但是呢 要是他又真的没做 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 证明他11年前这样做了 那其实你还能说什么呢 那反过来 其实希拉里在这方面 也是有硬伤的 这硬伤 广告之后你说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小天硬伤 没有 讲到那个 克林顿 类似的 就是一旦讲到 11年前的 这个特朗普的 这个tape 就会讲希拉里 希拉里是在25年前 他当时还是一个 地方的一个lawyer 为政府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lawyer 不是私人的 然后呢 就有一个女孩 12岁 也是被强奸 后来呢 她呢 是作为这个 辩护方的律师 那那个时候呢 她就想办法说什么 还有材料 read material 就写的说 这个女孩 她有这种fantasy 她自己她愿意 然后她什么 romantize了 整个这个故事 就这样子 最后她的 这个 就她代理的 那个人 就是实际上 这个嫌疑犯 就被判无罪 然后过了 到80年代的时候呢 就有记者 好像是一个 德国的记者 就采访过这个事情 她当时自己就承认了 她还知道 其实那个男的是有罪的 但是我能做什么呢 我是一个律师啊 我的工作 就是为她辩护嘛 那最后 我这个官司打赢了 就这样 而且说的时候 漫不经心 她还笑 这个时候 希拉里的笑啊 这个时候 就成了她的硬伤 当然你说 她要为自己辩护 她说 我是律师 那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要去辩护嘛 那这个 你没有办法 说她什么 可是她说的时候 那种态度 就开始让公众 不舒服了 对她具有了这种 没有信任感啊 然后再联系到 克林顿 她的丈夫之前 这是香的 是不是硬 我不晓得 因为硬是说一些 比方说政策上面 说一些犯法上面 对 在这方面 这个话题就是对应 特朗普的 这个特朗普这方面的硬伤 可是律师嘛 当时是他职业行为 对 这好像跟特朗普 这个性质 还是不一样的 谢谢大家